11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我们的节目 依然是远程用Zoom来做 那么也因此呢 亚秋有机会为您邀请到 一位远在台湾台北的 很特别的朋友 也许您已经常常听到 亚秋说又为您请到了 一位很特别的朋友 那是因为我觉得 差不多每一个人 都是很特别的 虽然我们都是人类 但是呢 每一个个体 都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今天的这位嘉宾呢 是曹小兰 她当然也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人 但是更特别的一点 是她有一位双胞胎的姐姐 因此呢我就在想 是不是他们两位之间的 这个相似的程度很高 而让他们彼此觉得 没有那么特别呢 小兰你好 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汪姐好 美国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小兰 我在台湾台北 跟大家打招呼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 来上这个节目 那么可不可以先请您谈一谈 就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这个感觉比较特别的 还是因为有她跟你那么像 而让你觉得你自己 不那么特别呢 其实我还蛮开心 就是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那因为也是她 然后让我觉得就是 我们互相看到彼此的时候啊 就是像在照镜子一样 然后除了外表很像 其实我们内心 也会互相照见彼此的内心 不过我们的个性啊 因为随着求学的环境 还有遇到的人 然后进入了婚姻 然后进入了家庭的不同 所以我们的个性到后来 然后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小的时候呢 我们连看拍下来的照片 其实我们都常常认不得彼此 那我妈在打小孩的时候 也曾经打错人这样子 对 然后 好冤枉啊 然后在求学的时候 我记得是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一二年级是同一班 后来三四年级的时候 就分班 然后有一次我姐 她跟男同学起了冲突这样子 所以她就摔 好像是摔坏了 对方的铅笔盒 所以后来对方她就很生气 就带着她的哥哥 然后要来类似寻仇 跟就是讨个公道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在不同班 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班级的门走出来之后 我就被海扁了一顿这样子 后来我就哭着 哭着回去找我二姐 然后还有跟我双发姐姐哭诉 后来我双发姐姐呢 她叫娜娜 娜娜呢 她就觉得非常的抱歉 所以后来她就揪了我二姐 然后后来又去跟对方理论这样子 对所以后来就双方人马就开打这样子 那在我们南投 我是南投人 我是南投中疗人 那就是积极921地震的发生地的隔壁这样子 在那个小村庄啊 全校六个年级 然后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 加起来才一百多人 所以呢 后来我妈就跟对方的家长 就是被叫到学校去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我们双方胎在 在学校就变成赫赫有名的那种 恰伯伯的那种恰杂木 就是很凶的女生 问题学生 所以给老师还有家长都制造了不少困扰 对然后最大的困扰应该是在玩 那个躲猫猫跟捉迷藏 在游戏当中的时候 他们认不清楚谁是谁 所以当鬼的那个人抓到我的时候 然后他可能就会误喊说娜娜 后来发现诶喊错人了 对那因为鬼抓错人的话 他必须要放掉那个被抓到的那个人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刚开始就认拖鞋 但是我们也很聪明 我们也会交换拖鞋 对所以从小 一脚穿这个拖鞋 一脚穿那个拖鞋 他们就永远搞不清楚了 那时候太小了 还没这么聪明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随着长大之后啊 我们就是 后来遇到我老公 我老公 他是能够很清楚辨识 就是我跟娜娜两个人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他是有资格 对当我的老公的这样子 所以你的姐夫 希望他也能够辨别的出 娜娜跟小兰 我的姐夫也很厉害 我觉得在茫茫人海当中 他就是即使我跟娜娜走在一起 然后就是我的姐夫 或者是我的老公 他们就是能够就是一眼 就看到自己的老婆 对然后他们也不会 那个牵错人 或者是抓错人这样子 对也不会骂错人是吧 我妈啦 我妈比较常常会打错人这样子 那么我刚刚也听到你提二姐 所以除了双胞胎姐妹以外 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么在你们之间的情谊的感觉上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 就是双胞胎是特别的亲近 然后跟其他的稍微远那么一点点 还是都差不多 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我们家有四个姐妹 然后我大姐到我十二岁 所以她跟我的年龄差距比较大 那我二姐的话是跟我们差三岁 那再来的话就是娜娜 再来就是我 那我跟娜娜的那个感情算是好到 没话说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言语 有时候只要死个眼色 然后或者是肢体的一个动作 我们就大概会知道说 对方她暗示的 她想的是什么 那我跟我的大姐跟二姐感情也很好 但是再怎么样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打从娘胎 就认识了娜娜来得这么好 对 所以这种默契是 真的是一辈子的默契 比别人的一辈子要长 是 那因为我跟娜娜的感情好到就是 就是她如果要去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是会跟随 对 然后我们两个算是双包 她又是双子座这样子 对 然后我都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汇聚的能量啊 也是double 也是双倍的 所以常常娜娜的朋友 就是到最后都是我在照顾 嗯 娜娜的说法是 呃 一人当选两人服务的概念这样子 那你们真的应该去竞选了 哈哈哈哈 然后就像呃 我会接受汪姐的广播 跟汪姐认识 主要是因为娜娜呃到台北公馆 然后逛鱼璇鸡 然后进去鱼璇鸡买衣服 后来发现鱼璇鸡这边有卖墙头马上的普洱茶 然后后来她就立马跟我说 这边有卖很好喝的普洱茶 你要不要来这边喝看看 后来一喝 然后我就变主顾 然后就跟蔡莉 然后跟 算是追随着娜娜的脚步 然后跟蔡莉变成好朋友 然后进来就认识王姐 跟墙头马上的主人变成了好朋友 那么这位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缘 可以认识 而且可以请你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 你很特殊的人生 其实我都觉得 我的人生算是很平凡 但是她也很平静 也很平安 那因为我们家经历了那个921的地震的灾变 然后在我20岁的那一年 然后我算是失去了 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好朋友 不好意思 我每次聊到这个朋友的时候 是就会有一点控制不住 对 我 现在我已经快要50岁了 但是我的 我对她的感情就是都还是一直停留在 我们20岁的状态 她是我的 专科的同学 我在台中念一专 我的学校叫中台一专 那她现在已经升格为 就是中台科技大学 我念的是医师技术科系 然后就是 日后就是 我的工作就是会变成医检师这样子 医检师 请问全名是什么 医师检验师 我是属于技术人员 就跟你们接触到的S光科的放射诊断师是一样的 对 那跟这咽血啊什么这些是不是也类似呢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这个如果是走向抽血 或者是粪便 或者是血液的检验 这个我们俗称为所谓的临床医检师 那我走的是解剖病理细胞诊断的部分 然后我是属于病理医检师 那 就是不接触病人的 对对对 我原则上我们家有三东人的血统 然后个子其实是刚烈的 那如果我接触到第一线的病人的话 我可能一天到晚会有医疗纠纷 可能不是我报答病人 就是报答家属这样子 对 现在台湾的这个医患纠纷很多吗 算是很多 因为台湾原则上算是非常民主 然后医疗水准也很高 而且很便宜 我觉得医疗也很便宜 主要实在是太廉价了 那以我来讲的话 我们做 我的工作主要是六分钟顾医生 就是专门在筛检 就是女性朋友的子宫及抹片 那么请你再说一遍六分钟顾医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六分钟顾医生呢 就是经由简单快速的裁剪方式 然后来筛检 就是女性的生殖系统 有没有癌症的变化 那我们会透过剥落的细胞学 然后去观察它的形态 有没有变化 就是看你的细胞 有没有往 就是癌症的方向走这样子 那癌症这种东西 就是只要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然后病人的存活率 其实都是可以很久的 那小病小医 大病就得大医这样子 所以越早发现就是越小 就越可以小医不必大医了 对 没有错 那么你的工作 就是每天在显微镜底下 看这些细胞是吗 对 因为细胞 它是人体最小的单位 细胞它构成组织 那组织的话再构成器官 器官呢构成了整个系统 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久咳不郁的话呢 我原则上我就会请他 就是到大医院 然后就是接受 呼吸胸腔科的 医师的一个诊治 那他其实只要咳个痰 就是我们就可以从 他的痰医细胞里面 观察到他的呼吸道 有没有病变这样子 所以就是任何的身体 分泌出来 甚至咳出来的东西 细胞科什么唾液啊什么 里面都是有细胞的对吧 对 没有错 因为细胞它本身会有 我们是利用所谓的 剥落细胞学 所以像如果说 你解尿 然后解出红色的尿液 我们俗称为血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收集 病人的那个尿液 然后帮它做成 就是剥片状这样子 然后就上纤维镜去观察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透过病人本身的尿液 然后去观察他的泌尿系统 有没有癌症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那么你从事这个工作很多年了 如果从你的这刚刚说你的年纪看来 那么你是还乐此不疲呢 还是觉得很辛苦 我的工作我已经做了28年了 算是满27年 然后迈入第28年 那我其实很喜欢我的工作 然后我也算是乐此不疲 这么多年来 我并没有眷情过 然后就是每天要去上班 其实都还蛮开心的 那主要的话是 跟我工作的医院的文化很有相关 我是在林口长庚医院服务 那我们的创办人是王永庆先生 那他是台湾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他是一个 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家 那我们长庚医疗体系的话 就是分布台湾全省 那林口长庚医院算是 最大的一个一家医院这样子 那林口长庚医院来讲的话 有6000名的正式员工 那全省的 就全部的长庚医疗体系 有2万多名的员工 那以我来讲的话 我的年资算是终生代这样子 我们还有就是办公室还有学姐 她的年资已经满40年了 那么你可能会继续做到满40年吗 我应该会做到65岁吧 因为我还蛮喜欢我的工作 而且在我工作的 工作的同时就会无形当中 帮助到很多人 那以我的脸书的好友来讲 有800多位 那其中大概有一半都是 就是接受过长庚的医疗服务的病友 对 那也是因为就是医病关系 然后让我就是融灯新竹南辽的 那个南辽之花 新竹南辽它算是一个渔港 然后我每次只要就是像中秋节 然后去买一些要烤肉用的鱼 或者是牡蛎啊生蚝啊 然后我只要就是打开车门一下车 然后走进去 我都觉得我就是像女王一般的受到欢迎 就是那种两边排开的那个摊贩 然后就一直 我只要一直挥手一直挥手 打招呼这样子 像走红毯的感觉 对感觉有点像在走星光大道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都很客气 然后就都会很热情的帮我准备一些鱼虾这样子 所以我会被养得这么的好 然后我的生命会这么的有温度 我觉得真的要感谢身边的这些朋友 那么在你说新竹南辽 跟长庚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新竹南辽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老公的姐姐 在那边就是有卖干货 卖一些像就是晒干的一些虾米啊 然后还有鱼货 对鱼货 还有乌鱼籽那一些 然后也是因为我老公的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家族的关系 所以后来新竹南辽这边 应该说台湾北部 如果要就医的话 他们就会联想到说 到林口长庚医院来 然后可以来 就是可以请找小兰 然后可以跟他做个咨询 然后拜托他找医师这样子 对 那因为长庚的医疗水准 我觉得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算是数一数二的 对 那医病关系原则上是建立在 信赖的基础上面 所以我要非常谢谢长庚医院 然后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 人生的修炼场 然后就是可以认识这么多的朋友 然后当初这么多的人 好的 听起来是相当的精彩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接着谈 餐饮 娱乐 招聘 郊游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巨峰葡萄 中秋月饼上市了 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异 蔬菜水果 肉蛋海鲜 米面零食全都有 网上采购 不出门 新鲜送上门 美新 齐华 道乡村 中秋月饼选择多多 猪生带鱼 鲜活波士顿龙虾 北京烤鸭 猫山王榴莲 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 更多选择 近在无异 新用户首单 力减10美元 上网搜索 WEEE WEEE 或华人身心第一站 特价优惠天天有 赶快下单吧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 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那么情感夜线这个节目呢 您不但可以在收音机里 或者是我们电台的手机app上面 直接收听 也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听我们的 就是过往节目的录音 包括在我们电台的网站 包括用我们电台的手机app 还有呢 有一些社交平台 比方说蜻蜓 比方说YouTube 还有喜马拉雅 海外版手机的app Himalaya 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 希望您能够随时去访问这些网站 那么今天呢 亚球为您请到的嘉宾曹小兰 她是很特别 除了她自己很特别之外 她还有一位双胞胎的姐姐 也是我们一般人 比较少有的经验 那么当她自己结了婚 要准备生孩子的时候 她会不会想要也生双胞胎呢 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自己安排的 但是如果能够生双胞胎 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结果你生的是一个 怎么样的孩子呢 结了婚之后啊 其实我那时候本来立志要生三个小孩 然后后来生了我们家的女儿之后啊 在怀孕的第八个月 然后我就发现自己的眼皮 右眼的眼皮 然后来得比较松弛 所以每一张照片照出来 你就会发现右眼显得比较无力 那因为我本身是学医学的 然后那时候在学血清免疫的时候 有一个疾病叫做重症肌无力 它是自己的身体产生抗体 然后来对抗自己的组织跟器官 重症肌无力呢 对 然后其实是自体免疫的疾病这样子 那它的话主要是会把 大脑分泌的一些传导物质 然后像小偷一样 然后把它偷偷的就收走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摸到烫的热水壶 我们的手会伸回来 这个是大脑它分泌传导物质 告诉你说这个是危险的 这是烫的 那当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了 肢体免疫性的抗体的时候啊 你会不晓得说要伸手 然后要缩手 所以你可能就会被烫伤 那它最严重的那个病程呢 就是会全身瘫痪这样子 就是你的肌肉 然后会失去力量 重症肌无力的重 重的这个字是指重力 是指地心灵力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地心引力 对我的那个影响 比其他人来的 就是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 到了第八个月 然后心里面大概就有谱了 然后很忐忑 但是后来就是 逐月怀孕十个月 然后把女儿生下来之后 再回诊 就做了一整个连串的一整 就是非常有性能的检查 对 然后确认说是 自己罹患了重症肌无力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下午 然后我回诊我们脑神经那科的 罗容生医师的门诊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病人 后来看完 看完他之后 然后确定了自己的病情 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全身无力 我也走不回去 我就坐在 诊间外面的椅子上面哭泣 然后罗医师下了诊 然后他走出来 然后他就问我说 哪一科的 因为我那时候穿着那个实验袍去 去看诊 然后他就说哪一科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解剖病理课 然后他就说 在病理大楼 我陪你走一程这样子 然后我听到那个走一程 感觉很像是那种人生到了末路 然后最后一程的感觉 然后后来他那时候就鼓励我 他说人生呢 关关难过关关过 那时候我太年轻 那时候我才24岁而已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体会 为什么难关啊 会关关过 然后后来他就安慰我说 现在啊每个月会回诊一次 接下来会三个月回诊一次 再来呢就是半年回诊一次 接下来呢 满了两年之后啊 五年之后 如果病症都没有再有任何的恶化的话 抗体的浓度 大概就会停留在 在这个浓度了 那如果没有 生活上面没有太多的压力 然后不要去提重物 原则上啊应该是 就会停留在这个阶段 那因为重症极无力的 致病疾转不明 他只知道就是从 华佗那个年代 然后就是气比较虚 就脾胀比较虚弱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造成 就是自己的身体产生 这些抗体原因不明这样子 那我们后来推论只能推论说 怀孕它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 它会引起荷尔蒙的改变 所以有可能是怀孕的关系 所以造成了就是 肢体免疫疾病的诱发 所以后来生了我女儿之后啊 然后我就决定就不再 就不再生了这样子 因为万一如果再度怀孕的话 可能就是 我老公他除了要照顾 瘫痪的老婆 我还要照顾这些小萝卜头 对 然后那个其实很容易会造成 另外一个悲剧 所以后来 26岁的时候 其实我有在怀第二胎 然后 那时候商量了结果 然后就决定 还是要做人工流产 然后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姐姐分住 我们家的一个房间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洗澡 所以我们就一起好好的跟 肚子里面这个胚胎告别 然后也是因为有好好的告别 后来就决定 就 还是实行人工流产手术 然后做结查手术 因为我们实在是很难再忍受说 如果再度怀孕了 然后又要再度的跟另外一个生命告别的这种 这种悲痛的情绪 然后 小兰 麻烦你开一下 你的麦克风 现在又关掉了 小兰 我现在听不到你的声音 喂喂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了 不好意思 我刚刚讲到哪里了 不小心碰到了 就是说打算不要再怀孕了 以免还要再跟另外一个小生命告别 是 因为 其实生命是令人喜悦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 就是 把它从小 然后拉拔到大的话 其实是令人被伤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老公 还有跟家人商量 然后决定事情就是流产手术 人工流产手术 然后事情 结查手术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 就 就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但是我记得 那时候双八戒姐姐 娜娜有跟我说 我不管我们谁发生事情 然后都要为对方活下去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 大概从我二十几岁 二十六岁开始 然后我都一直持续 然后会做一个梦 那个梦呢 就是 在那种阳光如今 然后微风不照的那种 好天气 然后我经过了一排的树梨 那树梨里面呢 我看到好多我认识的人 有我老公 然后有我的亲友 还有我的同事 然后 后来我想 哎 这个是在参加花园婚礼吗 所以我就顺着走进去 走进去的同时 我就看到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大女孩 然后他就是一头的长 长的绢发 然后穿着白色的长裙 靠着一面墙 然后 西地人桌 再看一本书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他 其实我们两个有 就是四目相识 然后有对望了一下 但是感觉他好像又没看到我 然后 很陌生 然后所以 我也没有 我也不晓得他是谁 我就也没有办法跟他打招呼 然后 我没有办法跟他打招呼 但是我看着这个漂亮的大女生 然后我经过他 然后我对他微笑点头 然后我就再往前走 然后看到了自己的复文 然后我想看看 里面的棺木 躺着到底是谁 后来我看到自己的脸 然后那时候才惊觉到 原来 这个曹玉兰就是真的就是我 然后我在往 我在看着复文上面 写着想年四十二岁 然后那时候的心 其实受到很大的冲击的 然后我想说四十二岁 好年轻哦 怎么这么早就要离开了 后来醒来之后啊 我就很悲伤 然后就跟我老公 然后还有跟娜娜说 然后后来娜娜就安慰我 她说 没关系 如果真的到了四十二岁 你不得不离开 那至少我们两个加起来 已经八十四岁了 我那时候听到这一段 安慰的话的时候啊 我都会想想说还好有双胞胎 然后还好有姐姐 后来这个梦呢 就一路从我大概二十 二十四二十六岁 然后一路追着 然后从来都没有断过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然后接近了四十二岁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紧张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在梦中 我都一直没有办法看到那个 就是正确的那个日期 所以后来过了四十二岁之后 满四十二岁 然后跨入第四十三岁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更好玩的是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啊 每过一年我们就觉得 我们赚到一年 那也是因为这个疾病的关系 然后就奠定了 我们就是应该要 认真的生活 然后要比其他人来得加倍 用力地过生活 那么你刚刚提到 梦中那个漂亮的 穿白衣服的女孩子 后来有没有发现她是谁呢 其实这个漂亮的大女孩 其实就是我女儿 然后在四十二岁那之前 她都不敢留长发 不敢穿白衣服 对 也不敢穿白色的长裙 因为她很生怕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然后会造成就是妈妈的离开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后来 我也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一直一开始是希望能够看着她 幼稚园毕业 然后慢慢地这样子把 希望越来越提高 希望能看到她小学毕业 是吧 现在呢 现在还是一样啊 其实人会很弹琴 那时候她还小的时候 两岁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老公是开吉普车认识的 所以我们有长达这 长达这结婚的这二十几年 其实我们也都是一直开着吉普车 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去追 那个阴仙座的流星雨 然后在台湾的高山上面看流星雨 其实算是最清楚的 然后她总是不执勤劳 然后载我去 主要就是我们都觉得 对着流星许愿 然后愿望就会实现 所以那时候她上幼稚园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求老天爷说 拜托老天爷 对不起你的麦克风又关掉了 我的麦克风又关掉了 怎么这么容易触发 所以你就求老天爷怎么样呢 我就求老天爷 然后就是让我实现我的愿望 然后让我看着她 可以顺利的就是幼稚园毕业 后来她顺利的从幼稚园毕业之后呢 然后我就求老天爷说 至少让我看着她可以国小毕业 那她国小毕业那一年的毕业典礼 我刚好被派到厦门长庚去处差 所以后来我就拜托双胞来姐姐 然后代表我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那娜娜的穿着跟我非常的不同 我算是在医院上班 所以我穿得比较保守 然后就是乖乖的那种上班族 但是娜娜不一样 娜娜呢她就穿得非常的火辣 她穿着短裤 然后穿着那种就是会露胸的那种上衣 然后就欣赏她的毕业典礼 所以后来整场毕业典礼 大家的那个注目的焦点都在 就是女儿的妈妈 今天怎么改变这么大的作风上面 其实是她的阿姨不是她的妈妈 对 然后不还好有阿姨 不然的话妈妈就会觉得很遗憾 这样子 然后来顺利的国中毕业典礼 然后高中武林毕业典礼 然后到她大学的政大 然后整个毕业典礼结束 我都觉得我的人生其实就没有太多的遗憾了 刚才你也曾经说过 在节目当中已经公开你的年龄 已经比42岁又多活了好几年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你的 尤其是在节目的第一段 说到你对生活的态度呀 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平顺很平安 就是在有这么多的波澜起伏的状况之下 你还可以很平静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对你的健康 很有好处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是因为在我20岁那一年 然后就是我上来台北实习 然后跟着我的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都叫做菲儿 菲儿她算是我们那一届最漂亮的一个女孩 然后她又会弹吉他 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 然后上来台北实习的时候啊 我们两个就相依为命 然后就是租房子在外面 然后我把她介绍给我 就是算是在台中 她那时候在小庄 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小庄是男生 然后菲儿是我的女同学 我就介绍她们两个认识 那时候小庄本来在成功领当兵 然后因为她在台中当兵的关系 所以我认识她 所以后来她们两个算是一见钟情 然后后来就在民国就是81年 相当于西元1992年的冬天 然后她们两个就是一见钟情 然后就变成了情侣这样子 然后后来她们两个要出去玩的时候 都会带上我 因为我那时候我男友在 在马祖当兵 然后我本来都会留在宿舍 就是写信给她这样子 后来她们就觉得 除了写信啊 说情话以外 应该还要一起出去玩 所以后来就 因为一起出去玩的关系 后来就认识了我老公 那我老公大 我们的年纪大了七岁 所以我们都一直叫她叫陈大哥 那她怎么会跟你们玩在一起呢 年纪差那么多 因为她有车 她是当时唯一有自己买一台吉普车 然后可以开车 带着大家出去玩的那个老大这样子 所以是大哥哥带着弟弟妹妹出去玩的感觉 对对对 不过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其实气氛并不是很愉悦这样子 因为她觉得就是我很凶 然后我觉得她就是 反正属于那种互看彼此不顺眼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后来没想到 就是我们闭了业之后啊 然后小壮也买了车 然后后来她就开车 然后就可以 就等于是她就脱离了就是 陈大哥的这台车的那个 照顾这样子 然后后来在 所以她就可以自己带着斐儿去玩呢 还是说她还是带着斐儿跟你一起去玩 没有 没有她就把我留 继续留给陈大哥照顾这样子 对 所以陈大哥就 就就无形中的得到了一个女朋友吗 不是不是 是是因为后来 后来斐儿小壮跟斐儿在 民国83年的元旦 就是1994年的元旦 他们开车去玩 后来在北恒的路上 在回程 然后在北恒的路上 然后因为 请稍后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去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曹小兰 那她是一位医检师 这个是我从来很少碰到的一个职业 那么在她的人生当中呢 除了她的工作 她很爱她的工作以外 她也有很不寻常的经历 第一个是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另外也就是她刚刚提到的这个重症基少症 那么这两个呢都是我们一般很少能够体验到的 那么刚刚在第二段节目结束之前呢 她又提到了另外的一个事情 就是她很好的一个朋友 菲儿跟她的男朋友小庄 在一起开车出去的时候 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小兰就麻烦你继续接着说 是 那是1994年的元旦 然后当时的天气很冷 那小庄就跟菲儿 然后总共有八台车 那他们是第一台车 然后后来在回城的路上 然后在北部横贯公路 然后因为车速过快 所以在过弯的时候就不剩 然后就跌落到山谷 然后那时候重回现场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难受的 因为大概有300公尺的一个锤子的距离 我们必须要用锤钓的方式 然后下去就是减菲儿的遗物 然后那时候 那台车上面本来有三个人 就是小庄菲儿 然后后座还有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他们本来是要介绍给我当男友的 那因为我只要是廉价 只要是休假 我都会回去南投探望我妈 所以我就没有搭上这一班 就是出事的车辆 不然的话 如果当时也有在车上的话 应该也是会上 生死未卜 对我在想 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一段 就是广播的专访 那那个时候菲儿就是头部 就是受伤 所以后来就因为 那个算是出血 然后后来就在送医的途中 然后就走了这样子 那因为一起实习 所以有所谓的革命情感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 他们后来决定举办民婚 因为小庄 小庄他算是重伤 那菲儿跟后座的男生都不幸 就是 就是罹难这样子 那后来因为要办后事 然后又要举行民婚 然后所以后来在 国葬场上面的时候啊 然后 陈大哥他就 就 代表就是小庄 然后出面 然后帮忙就是 解决这些事情 那陈大哥跟小庄的关系 他们算是 同事 算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这样子 那 女方这边的话 就是由我出面 那我都还记得 在火葬场上面 然后因为在等火化的那个时间 那时候亲手推 菲儿的关木 然后进入火化口 对着菲儿说 看到火要跑 其实那时候很年轻 然后 太悲伤 然后所以在火葬场上面就是 只能一直哭泣 然后陈大哥那时候就 陪在旁边 然后 因为 后来因为有一些事情要联络 所以后来就跟陈大哥要名片 然后后来他 那时候才知道说 陈大哥的全名叫陈奕宏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 哦 这个就是很有情意的男人 然后他的全名 后来 在举行完 明婚的那个同时 那是我参加过最悲惨的 一场婚宴这样子 就是 大家都一直默默的流眼泪 然后根本也吃不下东西 然后后来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然后我们就陪着小庄 然后就是疗养伤 不只是外表的伤口 然后还有心灵上面的伤口 然后后来小庄 他有在遇到他的另外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 然后也接受了他 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一起 但是因为我还是没有买车 所以我还是继续搭乘 大哥的车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 因为搭乘他的车的关系 然后他有一年就 带着他的家人 然后到南投 然后要去西头游玩 然后就入境我家 然后后来 我老公他有五个姐姐 然后两个哥哥 他是排行老妖 他大姐呢 跟他的年纪大概差了16岁 相当于长姐如母的那种年纪 那他他大姐跟我妈妈 两个都相见 相谈甚欢 后来他他们两个老人家 就决定啊 不然就小兰没有男友 然后义红没有女友 不然就让他们订个婚吧 然后那时候我当时很错愕 你知道吗 然后那时候我就气到哭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怎么可以 就是婚姻奶 人生大事 怎么可以 就是你们二老讲好 然后就像卖猪啊 然后卖鸡这样子 把女儿就是取配给 给他的朋友了这样子 对 你不是说他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男人吗 他当朋友可以 就是但是当当老公的话 又太对朋友太好了 那时候在就是小庄出事的时候啊 因为那时候要有保险理赔的问题 那小庄那时候才刚进入社会 他也没有任何的积蓄 那时候我们三个约着 在永和豆浆 然后就是那种 谈一些事情的时候 后来我老公 他就把他的存折跟印章 安全密码 就写在一张便条纸 然后就推在小庄的那个面前说 需要多少钱你拿去用 这样子 我那时候就觉得 陈大哥你人真好 对 真是有情有义 对 对 但是也想说 如果是做他的老婆 可能不高兴 他把钱就这样子给朋友了 是吗 是 然后我觉得 对待朋友的有情有义 跟 我 跟对那种老婆的那个观感 原始上会产生很大的分歧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比较难接受的是 他是我的车友 我们是开吉普车 然后会一起出去玩的朋友 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 就是爱情 谈情说爱的机会 连求婚 然后连就是 他不用求了 就已经被送上门去了 对 所以后来 我有 就是我在长庚 有一段时间 其实还有人生目标 就是我要逃婚这样子 对 但是那时候太年轻 所以可以接应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后来就 就当时就非常心不甘情不愿了 然后就 在 还是嫁了 对 还是嫁了 对 然后 后来刚结婚的那两年啊 然后我每个礼拜一 我都会哭着 就是上班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们组长 我们组长算是 影响我 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人 他叫林贵勋 那他 他算是 非常有内涵的 然后一个女人这样子 一个女主管 然后他 当时我们都要坐在他的对面 然后用双头衔维镜对片 然后我们每次 我每个礼拜一坐上那个椅子的时候啊 然后他就会 问我说还好吗 然后我就 我就会开始哭 我就会跟学生讲说 学生如果 我有一天啊 然后在婚礼里面待不下去 我离得婚啊 请你们不要看不起我 对 其实在那个年代 离婚对于台湾的女性来讲 其实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后来过了两年之后 就有了我们家的女儿 然后 我觉得女儿真的是天使 然后她就是为 为我们这种芝麻绿豆大 然后都会吵起嫁来的生活 然后带来了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生活的乐趣这样子 所以后来整个中心就放在女儿上面 然后我们两个就从 当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当情人的 对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很特别的 人生的变化啦 那到现在我们的感情很好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然后就是还是都会开着吉普车 然后说走就走 然后一起走遍世界的精彩 的这种 共同的一个理念这样子 然后我都觉得 女儿是天使啊 应该 应该是菲儿的化身吧 我都觉得 我们家女儿是来报恩的 然后她跟我的感情也不太像 母亲对待女儿的那种关系 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 所以我都 我都一直很谢谢菲儿 对于人生 对 对于人生的态度啊 其实是她教会我很多 那么提到菲儿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好奇的事情 就是因为明婚实在是我们大家都 不太有经验 不太有机会碰到的 所以请问您 那么明婚主要的意思就是 让这个去世的亡魂 能够有一个归宿 是这个意思吗 是 那么 那像小庄 她已经娶了菲儿 虽然是明婚 那么在她的名分上 菲儿是她的妻子 那么她下一位 她碰到的这个女孩子呢 能接受这样子是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她会是她第二个妻子 或者甚至是 她的小老婆吗 原则上的话 菲儿她跟小庄 因为菲儿她在 彰化算是望主 然后也是家里 唯一一个女儿 所以妈妈那时候 就很心疼她 然后后来小庄也觉得 就是因为她开车不慎 造成这场伤亡的事故 所以后来她就主动提出说 她 她就是要娶菲儿 所以菲儿 她其实是归到 庄家的那个 就是神主牌位里面去 这样子 那 小庄后来遇到了 这个 小庄后来也成家立业 那她现在也是生了三个小孩 然后这个老婆 她是能够接受 小庄永明婚的这段婚姻 那她觉得 小庄算是有情有义的男人 然后娶了菲儿之后啊 她并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个 小老婆或者是第二孙位 这样子 她觉得就是 菲儿是她在阴间的 菲儿的那个 算是在阴间的妻子 那她是在阳间的妻子 那她们都同样 我相信 明婚也没有法律的效力的 所以 她现在的妻子 是她唯一合法的妻子 是 那 只是 她就是她在 就是 菲儿啊 她不是 她过世了之后啊 她不是入他们 就是 皇家这边的 的 那个算是 祠堂 对对对 因为她们觉得 呃 台湾啊 台湾原则上还是重男轻女 对 所以 呃 黄妈妈她就希望说 女儿也有个好的归宿 这样子 对 所以当小庄提出 明婚的 请求的时候啊 然后黄妈妈就觉得 也很欣慰这样子 那每年 大年初二啊 其实我们都还是 我们这群同学 都还是会回去 彰化和美 然后就是拜 拜访 就是黄妈妈 就是让她觉得说 她虽然是去了 菲儿这个女儿 但是 这些同学 都还是她的 她的女儿 这样子 只是没有 学员关系 然后没有在 户口名簿上面 有登 有记载的 对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了 你说你二十岁的时候 菲儿就去世了 那也已经 二十七八年了 那 黄妈妈还好吗 黄妈妈还好 然后 黄爸爸 他是那个 就是 他是专门在 雕刻神明的 那种 就是雕刻师 然后他们 对于女儿 这样子的一个 遭遇啊 然后 他们其实 从刚开始的 就是 悲痛 然后到 后来 就这二十几年来 然后 他们也接受了 这样子 那他们 二老的身体 其实都还很 很 很健康 对 然后 我们 包括小庄的 三个 三个子女 还有我们家女儿 其实我们 每次回去啊 我们也都是 叫黄妈妈 叫阿嬷 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 很欣慰 那 我们平常的话 其实都还是有 保持 舒适的往来 那常跟 中医商科呢 有出 一款 那个 很好用的 酸痛药布 然后还有出 很好 很好吃的 那个润喉的喉糖 我好想寄给汪姐哦 对 然后 谢谢 然后我们 也都是会定期的 就是 像孝敬自己的 父母一样 然后就是 寄东西 回去喂问老人家 那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联系啊 一个亲情的联系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节目当中 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就听到了 好几位 有情有义的人 包括陈大哥 包括小庄 包括你们这一群 匪儿的同学 真的是都非常的 有情有义 是 不过因为人生 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然后其实你都不知道 要说明天 疾病 还有就是意外 谁会先来 所以我都觉得 其实就是要把握当下 然后珍惜拥有 那 当你很 当你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啊 就要随时随地 当个有温度的人 是 尤其是像你有这样子的 罕见的疾病 重症 肌少症 那么 可以说 如果你天天 可怜自己 也是一种活法 你出去 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 把温暖带给别人的时候 做一个温暖的人 又是一种活法 所以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 在跟你谈话之前 我看到的都是你非常温暖 有光有热的一面 那么在 这样子的人生经历之后 能够有这样子 温暖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很难得 所以也很高兴 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谈你这一段的 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经历 不过我要非常谢谢 于轩机的蔡莉 也就是墙头马上的蔡莉 然后也要谢谢汪姐 然后我的脸书的贴文 你们都非常就是认真 然后热情的 然后不吝啬地给予 就是一个赞 然后或者是一个暖心的爱心 我觉得 脸书的贴文对我来讲 算是一种生活的记录 就是记录 因为我们每天的日子 其实都过得很像 那 文字对我来讲 它就像一颗种子 写下来 然后它就会像种子一样 飞出去 飞出去之后呢 就会有一块凉田 然后可以降落 然后可以就是扎根 然后成长茁壮 开花结果 是 我都觉得桌檐就是悬崖 然后进柱就会花开 就是我的桌子 它就像一个悬崖一样 然后我提笔写字 写完之后呢 它就会像一朵 就是开花的树这样子 然后就会盛开 那我每次看到 我写下来的文字 然后我都会觉得 就是很安 就是很平静 然后也很幸福 这样子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 小兰接受我们的访问 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在这跟听众朋友 道一声晚安了 好 大家晚安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